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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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筑记庄做内营 扩充内营的力量 这样的话 石秀和邓飞两个人被捉住 捉住之后 蓝青玉一看咱见好就收 马上明军收军 这一敲锣 并与持孙丽一拨马 回来了 于是筑记庄这些庄丁们 得胜而归 他们忘记这一回宋江那边也回去了 这边 敲着德胜鼓吹着德胜 好迈着德胜步 怎么还迈着德胜步啊 德胜之后那脚步都不一样啊 走到时候有劲腾腾的 回到筑记庄之后 这蓝青玉 就在这孙丽一前一后 一左一右奉承之话 是接二连三之说呀 哎呀大师兄啊 几年不见呢您这个武艺呀 又高出好几筹啊 师弟我简直是望尘莫及 哎富得哪里画来哪里画来 来到这个住宅里边一见住嘲讽 跟住是三姐一说 哎呦老头的住嘲讽也高兴 一看果然人家是兵马提响 为什么能当兵马提响 那就是武艺出众 欲众不同啊 白酒宴 清喝 大获全胜 喝 住家庄里边白酒宴 清喝 住家庄里白酒宴 清喝 宋江那营里边此时此刻 也白酒宴 清喝 让人抓俩人 怎么还清喝 宋江心里明白 抓的这俩人 进到住家庄 那住家庄的内部就要快乱了 宋江想 看来孙力孙心弟兄二人到这卧底成功了 宋江大营里边大家伙 正在吃喝 清喝的供述 突然间营外边有一个喽啰 进来禀报 请问来 营外边来人哪 要求见您 宋江说 来的什么人 他是从护家庄来的 有 头次明帖 请您观看 头次明帖 古人拜访的时候 要讲究规矩的话 得先递一个明帖 就像 现在的明贱一样 说你是谁 把这边先递进来 他这个头次的明帖 比较大 红纸 现写的 宋江接过来一看 上边写的是 护家庄 护城 登门拜访 梁山大寨主 集市与 宋江 足下 护家庄的护城 他看了看 军师无用 军师 这护城到这 拜访咱们干什么 无用说 那不用问了 护城到这来拜访 肯定是为他妹妹的事 护三娘被咱们捉住了 他到这来求情来 哦 宋家庄 好吧 让护城 尽见 我来问你 护城是一个人来的 还是带着很多人来的 报师的这 喽喽就说了 呃 呃 战主 呃 他呀 呃 后边带着几个人 不多 但是东西可不少 有很多车辆 还赶了一群牛 还有一群羊 怎么回事 这护城啊 到这来赔罪了 一丈亲护三娘 不是被宋江给活捉了吗 这个老头子护太公 可就受不了了 在家里头 那是吃不好 睡不安 想念自己这个姑娘 这护三娘 可以说 这是老头的心肝宝贝 被宋江抓去之后 这么一个大姑娘 生死未卜啊 究竟怎么样 所以老头子让自己的儿子护城 带着重礼 来向宋江赔罪 目的就一个 可千千万万别把我这女儿给杀了 今天 护城带着有 二十多头牛 六十多只羊 而且拉着有五十匹上等的绸缎 还带着十摊陈年老酒 这十摊都大摊子 陈年老酒 护城庄自个儿做的酒 在地底下埋了十年了 今儿才起出来 给别人没喝 给宋江送来了 赶紧护城带这些东西上这儿 犒赏三军来了 护城把那个头次明贴望里面 这么一帝 宋江一说让护城觐见 护城在一个喽啰的带隐之下就进了中军大帐 护城这一来啊 中军帐这个地方 大家伙那喝酒的 吃菜的 大伙都挪到旁边去了 宋江呢 在大帐当中端然闻坐 一看护城进来 护城往左右上下那么一瞧 正当中坐的这位肯定就是宋江了 护城站在那先一抱问 请问哪位是大寨主宋江 宋江在正中坐着望下瞧着他 我就是宋江 哎哟 宋大寨主 小人护城 今日奉家父之命 带了歇须薄礼 来到大营之内 特向大寨主宋江 来登门赔罪 护城这向给大寨主建礼了 哭疼 他先跪下 宋江说 请起请起 我不是大寨主 我们梁山上的大寨主 是我的大哥 朝盖朝天王 我是梁山上的二寨主 我叫宋江 护城 今日你倒在我的大营之中 不知有何建教呢 护城一听 不敢当 不敢当 小人到此 怎敢说是建教 我倒是想求二寨主 您大开宽恩 饶恕我的小妹 跟二寨主您说 家父对我的小妹 视如掌上明珠啊 我的小妹呢 由于年幼无知 到朱家庄 她来兴兵帮助 得罪了梁山上的中尾英 英雄好汉 据我所知 被你们已经生心活捉 倒在你们大营之内 所以今天呢 我带了一点薄礼 有几十头牛 有几十只羊 还有诗坛 陈年老九 另外还有几十匹绸缎 算作我对梁山 众为英雄好汉 一点未继之礼吧 我家父说 让我向宋江 宋江二寨主 转达他的意思 如果您高台贵手的话 求您能把小妹放出来 让我领回护家庄 这样的话 家父将对您感恩戴德 不然的话 家父就亲自到此 但是年老体衰 不便行动 特派小人来到大营之内 你给我送了一些礼物 这就是要让我 把仪仗清护三娘 给你放回去 是这个意思吧 正是正是 宋江说 护山啊 据我所知 朱家庄 护家庄 李家庄 你们是三庄连一线 抵抗梁山坡 我宋江今天兴兵到此 争讨的是 朱家庄 并没有争犯 你们的护家庄 可是令妹 却带人马 来到朱家庄的庄门之外 给他们助阵 分明令妹 这是有意的助纣为虐 据我所知 令妹 已经嫁给了朱家庄的老三 朱彪 年更贴都已经换了 只差着完婚了 你们是儿女倾家 所以说 你们两家 是特为静谧呀 我捉住了 护三娘 自然 我要把她严加看管 跟你说句实话吧 护三娘 已经被我 带上了梁山了 但是你放心 我对你的妹妹 不会有什么错诞 今天 你就带来那么几十头牛 有几十只羊 带着几十匹绸缎 就想着把你妹妹领走吗 事情恐怕不那么简单啊 你知道吗 你的妹妹 倒在朱家庄的庄门之外 生亲活捉我方 一云战将 矮娇虎王鹰 据我所知 这个王鹰 已经被 押进了 朱家庄 是否送到你们护家庄呢 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你要想 要你妹妹回去 这个事情也不难 护城 把矮娇虎王鹰 放回来 我们就把仪丈青 护三娘 给你放回去 你看如何 呃 哎呀 宋寨主 这件事情 恐怕 笑人有点作难了 宋寨主 师不相瞒啊 呃 小妹 她是出于无知 呃 所以兴兵呢 呃 冒犯您的尊严 呃 他把您的 手下的大将 矮娇虎王鹰 给勤获了 并没有带到护家庄去啊 如果要带到护家庄去 那小人 自然就说了算了 就可以把王鹰放了 他是把王鹰 带进了 朱家庄啊 带进朱家庄 那么小人到朱家庄 去说话 那是不算数的 我就怎么说 那 祝龙 祝虎 祝镖 祝士三杰 他们也不能放王鹰呢 哈哈哈哈 好吧 既然 不能放王鹰 那么令妹 我也不能把她示范 宋斩主 你 看待家父 年事已高啊 呃 私女心切 看待这个情分上 您就高财贵手 呃 全当是 呃 买鸟放生 您就把我的妹妹 给放了 宋江说 这件事情 没有上来的余地 你带来的东西 都给我带回去吧 这 护城站在这 没词了 旁边军事无用说话 哎 大哥 我看这样吧 咱把这件事情 也不要说得太紫 护城 这次来呢 也不容易 护城啊 我倒有一个想法 不知道 你能不能答应 哦 您是 我叫吴用 是梁山上的军事 哦 我军事 吴军事 哎 有话您请讲 不用说 如果你不能把矮交火忙 英给放回来 你到住进庄里边 说话不算书的话 我们呢 给你另想一个道路 那就是从今往后 我们攻打住进庄 你护进庄 不能再出兵相助 哎 这行这行 哦 您放心 你们攻打住进庄 我们护进庄 绝不再管他们住进庄的事 这还不行 仅仅是不管 那 日后你们再管呢 以何为凭证呢 领妹 在我们的手内 你要想要你的妹妹 这也不难 如果说将来有一天 住进庄被我们打破了 住进庄逃跑的首领 逃到你们护计庄 你们护计庄不能收留 不但说不能收留 你还得把住进庄逃到你们护计庄的这个首领 把他省捆缩绑 送到我们梁山的大营之内 到那个时候 住家庄的那个首领 就可以换回你的妹妹 护三娘 这样你看如何 这 这条件可给你放宽了 不管怎么讲 今天你妹妹是领不走了 护城一听 也只可如此了 无用说 你可记住 住家庄的人 你要捉住一个 到这就能够领取你的妹妹 捉不住的话 你妹妹就见不着你 爹 护城点头 只好告退 护城 告退 转身 除了大帐 把带来的东西都给留下了 宋江看了 看无用 觉得计划可行 在三打 住家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 感谢观看